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就来给这支钱周龙阿苏上色 我们在涂色的时候要注意几点 一个是 首先我们要想好选取的颜色 我们大体的颜色就接近于这个模型的这个样子 但是模型它有很多见面色 有很多画画的时候表现不了的颜色 因此我们在设计颜色的时候 要尽量的给它总结概括成极左 比如它的腹部是偏软的偏肉色的样子 我们可以用一个浅色的肉色画它的肚子 然后它的背部的底色是比较浅的绿色 我们也选这种草绿色 比较浅的草绿色画它的背部 在它的口鼻部由于有角质覆盖 我们可以用那些鲜亮的 比如说橙色或者是棕色去表现这一部分 然后它身上的花纹也是棕色 虽然在模型上这一部分比较亮 这一部分比较暗 但是我们尽量把它总结 让它颜色接近一点 上色的时候注意颜色越多 反而画面越容易失控 让它看起来更花 因此我们应该用最少的颜色 去完成这些颜色的安排 鼻子这个部分和身上这个棕色的花纹 我们可以都选同一种颜色 另外它的脚上的颜色是灰色的 我们可以用这些颜色进行安排 我们接下来就来给它上色 上色的时候要注意 所以从较浅的颜色开始 我们首先来用肉色去画它的腹部 在上色的时候 由于背部的这个主色调也是比较浅的 因此我们画背部跟腹部之间的 这个交界处一定要画得非常的仔细 边缘也是 我们反正总之这个画这种的原则就是 尽量先以边缘为主 然后像腿上我们并没有画出明显的界限 两种颜色的界限 这个大家可以自由发挥 原则就是腿的内侧 就是腿上肌肉的这一部分 靠近这一部分可以画得松软一些 然后腿的外侧 就给它画得 用绿色去来表现 看起来的皮肤要比内侧要坚硬一点 然后我们来涂它身体的主色 主色从矿前孔开始 我们可以画它的主色 这个嘴巴的周围和嘴巴前端 以及上边那几个角 我们将来要用棕色去给它画出来 画这些画纹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给它先沿着边缘 给它画出来 这样我们一会儿图整体大面积图的时候 会容易一些 尾巴的部分要小心一点 因为这里比较细 所以下方图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脚留出来 因为一会儿图整体大面积图的 因为一会儿图整体大面积图整体大面积图整体大面积图的 然后我们要用灰色去涂它的脚爪 许多动物到腿的部分颜色会变深 这个可以在今天的很多动物上得到参考 就比如说一些很多藕蹄类动物 比如牛啊羊啊 还有非洲上一些羚羊之类的斑马这些动物 它们在腿靠近脚的部分往往是颜色比较深的 涂好边缘之后 我们就可以大面积的去涂这个剩余的部分 这样效率会高很多 好 最后剩一点儿 皮肤的底色我们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来用灰色画这个脚比较深的部分 脚指甲我们就可以不画了 这次我们用白色去做它的指甲 好这两只灰色的脚我们完成了 之后我们来用棕色去画它身体其他的部分 我们先从花纹开始画 先看一下这个花纹的效果 哎 我们再画它的嘴 头上这几根脚 别忘了下边的这个下颗声这一部分 反正就是嘴的前砖我们都可以给它画上 然后我们回来画它的花纹 这些花纹在图的时候 也是可要用 先把边缘线给它描实 然后在图内部就要容易很多 这里一样 然后这个 回过头来就把这几个小的给它图完 最后就只剩尾巴上 最后就只剩尾巴上 好这样前皱笼我们就完成了 继续 我们下期再见 得到 下期再见 您 有点